好 林金貴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呢 為什麼後來會出現大逆轉 冤雨平反 只有兩個關鍵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 第二個關鍵是 當時監視器畫面拍到了 兇手是長頭髮 但是呢 林金貴在案子發生之前的兩個月 才剛拍了一個證件照 證件照沒到後面去 當時是短頭髮 那就有專家研究過 兩個月的時間無關利用什麼油 還是吃什麼補品 也不可能對這個當頭 到這個當頭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這麼短 到這麼長 好 這是第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是 翻案的地點是在鳳山 他家是在家裡 鳳山翻案的時間是在晚上的9點35分 他什麼時候出現他家裡呢 他出現的時間是10點25分 從鳳山到家裡50分鐘 他如果真的殺了人 50分鐘就回到家裡 有沒有可能 咖哩啦 在哪裡咖哩 好 還有這個可能嗎 事實上 法官也用Google Map查了一下 說不可能啦 用Google Map要一個小時23分鐘 所以除非他是空中飛人 怎麼可能50分鐘就飛到家呢 因為這兩個關鍵的因素 所以讓他冤獄平反 所以我們也來聽聽 高達成高法醫的說法 SNG為您連線高法醫 法醫您好 阿芳好 大家好 法醫 當初冤獄平反的證據和理由是很充分的耶 但今天既然有育友說 是 沒錯 大爆料 說人家真的是一台 你怎麼看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 我的認為 八成是他做的啦 蛤 有兩成不是的 我剛才說他幾個全部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我們先講 他總共有 有八個疑點啦 好 第一點喔 他這個長頭髮喔 是 如果是金長慶的話 在那 他作案的那幾天 一定會找到一個人有長頭髮 在那邊走來走去 一定會找到這個人 因為畢竟劉昌華人不多啦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長髮是偽裝的啦 偽裝的 所以跟他三個月前 兩個月前 有沒有長頭髮 長頭髮可以長幾公分 我們一個月頭髮可以長 一天可以長0.16嘛 所以 一個月大概長4公分 兩個就長8公分嘛 當然不會那麼長啊 但是 你如果掛長髮的話 那一頂長髮 大概四百多塊 五百塊啦 在作案的高程當中 他只要做完完 他開車或者是他坐車 從發生的地點後山 直接就直接崩毀到家裡的話 到台南家裡 家裡 家裡 這個距離是七十三公里多 他親在他等著頭髮 就沒人找到啦 所以我感覺 本件 本案件 跟他的頭髮 頭髮的長短 應該是沒有關係 好 那另外一個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鳳山到達里 五十分鐘哪有可能 Google Map查 是一分鐘二十三分鐘啊 是 是 不是 但是我跟你說 這是時間的問題 不是 晚上九點八的時候 沒有三車的時候 五十分鐘 是一定會到的 會到嗎 這樣Google Map不準喔 如果在晚上沒有車的時候 尤其 他們這一種 比較 玩命之徒 他們開車 真的是很快的 他如果去高速公路開百塊了 所以這個 這個案件 最主要的問題 不是這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他的連連的變速機率 在那個時代 到底變速機率是高不高啦 如果變速機率很高 而且 也許認為是他的話 那可能性就高起來了 而且他有三個人主任他 是這個人沒錯 一個按摩女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是小孩子 十歲的小孩子 都主任是他 當然 人證的可信度 只有五十趴 但是三個人加起來 一百五十趴的話 再除以二 還有七十五趴 只是這一件最糟糕的一點就是 他通過測房 但是測房沒有意義嘛 一般來說我們會通過測房在一百 在他的發生是在十一年前嘛 如果可以通過測房的話 大部分我們的感覺 都是以前被關過的 因為他在裡面有寫到一點東西 知道人家在測房 會問你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會寫到一點東西 所以他們的測房 有被關過人的測房 其實不太值得參考 最糟糕的就是彈道比對 他既然沒有做彈道比對 因為你如果做彈道比對 只要這一支槍在開槍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因為如果你沒有做彈道比對 所以你不知道是誰 如果你做彈道比對 這個人永遠沒有在開槍 這只有兩個可能 那個開槍的人死了 第二 那個開槍人被抓去關了 所以他沒有再開槍嘛 所以只有這兩個可能 再來就是馬瓦的比對 他既然有撿到馬瓦 為什麼不彈道 留到現在我們再重新做一次 做DNA比對呢 這個我就也覺得很奇怪 還有指紋的不合 這個指紋的不合 有時候是踩錯對象 沒有踩到真正這個人到底是誰 所以這總共加起來 這裡面大概有八個一點 都沒有 只有一半一半認為應該是他 但是你既然沒有物證 那人證當然最重要了 所以這人證有三個人指證是他 那我認為這個大概有80%是他 但是我們當然不能冤枉好人 我以前也碰到過一個案子 有一個小混混 他跟他的阿姑 阿姑跟他的姑娘借錢 借了一大堆 後來這兩個人 就是他阿姑跟 他姑娘跟阿姑說 奇怪 這個小孩幾天在找錢 他也跟你找 他也給我找 我怎麼找這麼多 這也要再找他 不借他以後 這個人就翻人 那因為他們是殘餃很有錢嘛 住在那個田中 有一個房子很棒 這個人就沉進去 就怎樣 因為他想說 因為他兩個 他的阿姑跟姑娘沒有小孩 所以他只要把這兩個人殺了 不但現在可以不還 而且他的遺產會漏到他的手中 所以他就進去 就在等他阿姑 阿姑先回來 阿姑 阿姑 他們姑娘先回來 他在那邊吹下去 就在暗暗流 就死去 死去 死去之後 他再等八點鐘 他阿姑才回來 他叫上那個阿姑 台詩 台詩之後 他就知道說 台詩改革走 他這麼怕 因為走出來時 他剛堵到一支鑑識器 台詩他還厲害 他也知道說 要有一支鑑識匯 會被看得到 那北尾也 北尾也能出去 但是沒有鑑識器 但是故意沒有 他只要從鑑識器出去了 他為什麼呢 他化妝成鑑識匯 要印刷 讓我們看不到 他就對了 他說 接著鑑識匯 我們就在那裡想 欸 鑑識匯 跟一個鑑識匯 看是一個鑑識匯 那村子 還會從北尾走 應該不是這個 但是我發現 一個重點 這兩個 台詩之後 我們百點鐘 還沒一點鐘 我就掛狗 有人喊到救命生 所以我們 一下警察 法醫檢察官就趕到 趕到以後 他的地上有那個血跡 但是那個血跡 外面這一層是 血已經凝結了啦 可是裡面那一層還沒凝結 我們採起來的 比對結果 裡面那一層 是他阿哥的血液 外面那一層 是他過丟的血液 所以表示兩個人死亡時間 相差了半個小時以上 那你為什麼殺了一個男的 已經 如果這個人跟他有仇 你殺了 你去跑了嘛 你為什麼還等了半個小時 又殺了 他 就是另外一個 歐巴桑呢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案件 一定不只跟他阿哥 阿哥有關的 一定跟他阿哥也有關的 所以就去查 結果查了才發現說 那個鑑識匯雖然是你的 可是比較起來身高 那個女孩子是162 我們一找 找到可能的凶手 因為只有他有動機 結果那個動機才發現說 他也是162 然後就去找這個 雖然他是男的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殺人的現場 是男的所重 沒錯 因為什麼 因為他有勒他的頸部 因為你要勒男的頸部 勒到會凹陷 不可能 所以我們還是認為是男的 而且身高不高 他穿的是 因為那個有血足跡 25.5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人不高 大概在162到168 結果一比對 結果 原來是他的那個 迪拉那個算什麼 就是他 孫子還是什麼 那就要抓來 抓來 抓來他一個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什麼 他鞋子沒有丟掉 他鞋子還有血跡在 所以這個案件 雖然他假裝成你孩子跑出去 我們以為是 那個女生不是兇手 可是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 他是裝 他是男 男判女裝跑出去的 後來這個案子 就因為鞋子的血跡 抓到這個兇手 謝謝 法醫認為 變裝犯案的可能性 並不是沒有 一定要有更多的 唯物記證的佐證 才能夠把這個案情 做進一步的釐清 好 所以林金貴案 現在又再度出現了 新的市政 開始大家又開始議論紛紛了 我覺得每次最重要的社會案件 最重要的關鍵 常常都是時間要搞 這個東西很重要 像我剛剛講洪婉如 什麼時間要搞 19年剩下1年 不就是要雖說其過了嗎 就開始有的無的無傳 那這個最近發生什麼事 最近是死刑 你不覺得很多的議題開始出來 你看最近整個議題高漲 時間要搞 一百倍幾個你自己說的 42好 43個一百 42好 你看最近的這些民調 全部你贊不贊成死刑 87% 你不要廢除死刑 87% 你要不要趕快執行87% 那是一直大概都這麼高耶 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時間要搞的意思是生氣要搞 所以有可能 對 我跟你講 然後最近 他又剛好隔壁換人 法務部長換人 邱泰山都不要執行 網路很多人很不滿 你要不要執行 我告訴你民進黨死刑 這個話傳上去 就開始會有執行死刑這個聲音 他是死刑 他就會怕嘛 我是放一個風聲出去 我就可以隔多幾天 搞不好還有心事證 我再拖一個時間 再拖一個聲 所以是死刑 為了拖時間 為了要喘口氣 黑白狗 還是真的另有隱情呢 緊接著他帶你來關心的是 台灣毒品氾濫 大家都知道 但是已經氾濫到什麼程度 你難以想像 竟然傳出 有可能連藥房的藥 都有含毒成分 甚至有藥房在賣毒品 這什麼藥啊 你要看從哪兒都拿出來的啊 我餵藥啦 我餵藥啦 我餵藥就感冒藥 你驗一下 你知道改人就沒吃了 趕緊盤查為廳車輛 在車內休息的男子非常配合 但車內一包不明藥品 吸引警方注意 沒想到這一驗 竟然驗出毒品反應 連男子也傻眼 因為這些牙痛藥 都是在藥局買的 警方陪同男子 重新回到藥局 沒想到藥劑師自己用試紙 再驗一次 結果竟然還是呈現 陽性反應 被驗出毒品反應的藥物 是止痛藥的一種 叫做卡瑪西瓶 藥局也向原警提供出貨證明 證明取得管道合法 但究竟為什麼 會被驗出毒品成分 那我們也是針對這個藥物 我們請分局 在以給鑑定機關 做各精確的分析 看是到底是什麼藥品 警方查扣藥局 那一百多顆卡瑪西瓶 儘管店員 已經買藥的男子 大聲喊冤 但還是被韓送法辦 此時區藥房買藥 竟然買到毒品 究竟有多少民眾 在不知情的狀況下 吃下毒品 警方後續將徹查上游 查理學文章的是江翔 台北市報導 藥房有可能成為販毒中心嗎 看起來很誇張很可怕對不對 其實在我們來看 其實不意外 不意外 現在藥局有多誇張 因為藥局 大家以為買藥的時候很好的對不對 對 錯了 現在藥局一間一間開 甚至比770還多 我們比如說他們很多 現在很多走專利 你有很多是美妝藥局 對 現在很多是這種 對 是 但利率很差 衛星座樓在賣 你看的時候你要花錢去 對不對 那你看 比如說衛兒鋼 一顆掙不50塊 那比如說感冒藥 我們加一顆藥 了不起給你二三十塊 最多了 那你看他利率要多好 當然是要什麼 掛羊頭賣狗肉 怎麼說呢 像我們以前 印象最深刻的 不知道那個有資格有沒有 我先上來畫這個案子 就是警方在臨檢的時候 對 發現 他身上所帶的止痛藥 有可能含K他命就去驗了 對 那驗的結果 我們不太確定 到底是不是真的含了K他命 但是 就被懷疑有可能有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代表藥房的藥有問題 是 對 當然 我們才開始擔心 是不是台灣現在 毒品氾濫 已經氾濫到 連藥房賣的藥 都有可能出狀況 這個藥房 藥師 姐姐你可能不知道 真的臥虎長龍啊 我們其實出了很多問題 其實負面的比正面的多很多 有自K他命的 製造K他命的 有製造安毒的 甚至有製造油頭碗 都是藥師出來的 但我們以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藥局 叫做什麼田 種田的田 譬如說我們10點開到10點最多了 不是 不好意思 他是按時6點開到家庭工的6點 他可能是因為他的客戶是特種營業的 對 是沒有錯 這個對了 這客戶是特種營業的 是一些 最影響時間配合客戶 這沒有錯 但是他賣的東西也是特種的 我印象最深刻 人家跟我講他賣什麼 賣專賣FM2 那是禁藥耶 是禁藥 FM2 他都賣一組 這顆沒賣你耶 FM2 加上一個叫做 那時候叫草莓的搖頭碗 一組賣30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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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已經賣了嗎 蛤 已經賣了 現在應該是賣了 已經賣了 他這個最有名就是賣 賣這個FM2加草莓 一組300塊 那這個號稱是什麼呢 號稱是一小時倒正嗨 女生吃了兩小時必倒啊 所以可能成為很多有些人的犯罪工具 而且還有括號必斷片 真可怕 有夠可怕的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所以 怪羊頭賣狗肉的很多 甚至還有 人家還有一個在 中央東路有很有名的二一六項 也是專門在賣搖頭碗 但現在已經也被查契了啦 查獲了啦 對 所以過去確實有一些這種例子啦 就是藥房賣不該賣的東西 對對對 非常多 甚至於以前有一個藥師啊 他專門在做什麼 專門在進口這個 自安非他命的原料 他製造一種叫做什麼 合格有牌的藥師嗎 當然啦 而且還是新北市的那個藥師公會的理事啊 就是這個 啊 一大堆 這是做到那時候的畫面嗎 對 他是專門在做一種叫做本餅童啦 他做這個喔 就是出口的 台灣你也知道 我們背上一個 那個藥 毒品王國的二名 這就是有書 這就是有書 有書的地下就是一大堆 治安的原料 而且他還用什麼 洗碗精的名義來出口 讓他抓到 所以他是把這些毒品外銷 外銷 台灣外銷是第一流的啦 都可能是小日本啊 小富士兵啊 第一流的 這就是 所以藥師變成製毒師了 對對對 而且抓到藥 也繼續運 繼續做 做到現在 後來被抓 這衝鋒 對啊 所以 這種掛羊頭賣狗肉的地方 很多 你不要以為說 藥蛋 藥師 藥師做藥嘛 他有專業知識 他臥虎長龍嘛 真厲害 是 還有什麼 等一下喔 我們落後來吃個滷肉飯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愛注意啦 怎麼說 我本來想說 想要問說是誰請 我會問你就叫愛注意 愛注意 像你那種水狗女孩 要注意啊 吃滷肉飯 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喔 我們大概全省喔 知名的滷肉飯名店啊 欸 店長 他就是在掛羊頭賣狗肉 這就多厲害呢 我們現在滷肉飯是不是都有套餐 是 比如說我A套餐就滷肉飯加什麼湯什麼湯嘛 欸 B套餐就是白骨飯加什麼湯什麼湯 C是雞肉什麼 不管嘛 他來是怎樣 來吃飯 欸 那個店長要點什麼 A套餐 欸 A套餐 OK A套餐就是大一啦 什麼大一 不是大一 一年大一耶 大一就是 不要一兩啦 唉唷 我要一兩 欸 那我說我要B套餐 B套餐我就是要二一 就是大家說的二分之一 但是他滷肉飯還是有在賣 滷肉飯有啊 他就教給你啊 他就 比如說湯匙有 所以是不給來行的 不給來行就是 就是 他就是人家在說什麼 掛金牌的啦 金牌獻明啊 喔 怎麼說呢 他就是來 我就做店長嘛 這個掛羊頭賣狗肉嘛 我就問他就 因為都認識嘛 來跟他買這個特殊東西也一定認識 是 他來就是 欸 我那個 A套餐一份 他就那個湯匙 是豆瓣 腰子放裡面 但我如果是真的買那個A套餐 滷肉飯的那個A套餐 那不認識他不會啊 那個夫妻啊什麼 男女朋友那不會啊 就是 獨從 腰子餐來他就買他嘛 我B套餐就沒 B套餐就是我要二一 C套餐的話 也如果要四一 就是四分之一 以此類推啦 欸有的怎麼樣 比較沒錢的 吃比較沒錢啊 遭老那種的 我要滷肉飯一碗 這個都不用講了 因為沒有人只會 來明店買一碗的嘛 都要加一個湯嘛 所以他有他們的術語 對對對 然後這個警方更妙了 警方缺月機的時候 因為掛金牌嘛 他金牌獻民嘛 他就來 他就同事就講說 欸來今天 今天你沒有吃 頭給你頂了 走來吃滷肉飯 喔這樣就知道 整個 他們整個 不好意思 所以警察也知道 滷肉飯店 掛養頭在賣狗肉 對 我就旁邊叫我 有滷肉飯啊 他也不怕錢 他不會抓他的頭 不會抓他的線民 他就很簡單 對他回去就抓 跟著滷肉飯店的客戶回去 對… 到客戶家裡抓 對 那他的滷肉飯 賣滷肉飯 A套餐 B套餐 C套餐 繼續賣 對 警察也繼續做他的業績 對 繼續做業績 那這個繼續給他賣 所以大家相安無事 因為你想說 是放你了 一定放你了 我做給你了 這個滷肉飯 現在還在嗎 現在這個 A套餐 B套餐 一樣在賣 駱鑫 你再告訴我是哪一家 還有哪些 冠狗賣狗肉的店 冠狗賣狗肉 還不只這個 其實我們這社會真的是有病態 我們以前有一個 非常有名的眼鏡公司 全省都連鎖的 這個有外陷的 你去破眼鏡 當然他告訴你 等一下 他拿去見面的眼鏡行用 他沒辦法 他有沒有在賣眼鏡 他有在賣眼鏡 那個眼鏡全部都是一層灰 櫃子 什麼都一層灰 裡面都是一層灰 那你眼鏡 以前眼鏡都一層灰 然後呢 你要配眼鏡 好啊 OK OK多少多少 隨便賣一賣 390 490 隨便賣一賣 很小的 他去嫁妃 嫁妃眼鏡行 老闆你這幫我用 跟他知道配合 他唯獨什麼最漂亮 所以他其實自己不會配 是找別人配 他不太會配 也不配了 因為不是在做這個 你在做什麼 不好意思 他裡面那個 就是他會 他可能也不想浪費時間 他裡面什麼最漂亮 刷卡紙最漂亮 為什麼 刷卡紙有得大大的 有得快的 那最先進的 因為他在做刷卡換線 什麼意思 刷卡換線 你現在欠錢對不對 來 憲哥 你欠錢 刷10萬 刷10萬 來給你9萬 你刷10萬我給你9萬 我賺1萬 來這個地方 來這個地方等於是有點像高利貸的改變 對 我刷了10萬 然後你給我9萬 等於我付你1萬塊利息 然後這10萬 銀行會給你 銀行會給店家 對 但是這個刷卡的人 他萬一是卡奴 那就換銀行倒楣了 銀行一定倒楣 銀行就追不到錢了 就開始吹了 對 所以最倒楣的受害者 對 應該是銀行 因為店家會拿到那10萬 對 然後那個來刷卡的 他要賺錢 他也有賺到 最少的是銀行 對 還有更倒楣的 他不只這樣 還做了3.0版 叫了一大堆人來加盟 說這多好錢 多好錢 結果最後呢 全部用假交易 比如說幫人家打本子 我們銀行要貸款嘛 幫他打本子嘛 我一個月收入8萬啊9萬啊 打本子打一打 去貸款 造成銀行大量的虧損 好 緊接著採集負面上9萬 帶你來關系的是 既跟金正恩朋友之後 川普要跟普丁碰面了 市場已經碰面了 這是全世界高度關注的普普會 各自打什麼算盤呢 冷干素敵美俄元首川普和普丁 首次正式進行雙邊會談 但川普臉色略顯嚴肅 因為普丁姍姍來遲 不過乾等了一小時 川普竟開門見山就示弱 不僅低頭向普丁示好 更直接公然打臉自家國安情報 當著敵國領袖面前 表示相信俄國 不認為俄國介入2016 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撇清通俄門 等同扶政當選合法性 連辯解都審了 讓俄國總統普丁樂得窃喜 川普不時相視而笑 一國元首面對敵國幾乎放下國格的發言 驚爆美國政壇 川普一大一唱為俄國所作所為解套 川普的美國優先儼然變成俄國第一 重創美國士氣 不過時尚圈倒是注意到了場外焦點 美國第一夫人梅蘭尼亞大展黃色魅力 身穿一席俐落淺黃色洋裝 搭配蝴蝶結腰帶 和芬蘭第一夫人蝴蝶洋裝巧妙相呼應 但是夫人的花蝴蝶外交 卻未能真正給美俄關係 燒來春天氣息 連挺川普的保守派媒體都表達失望 稱這個舉動有如收下 普丁的政治烏龍球 根本是小弟俯首稱臣的叛國奉會 三里星文科尼總部報導 普普會全世界都在看 但一個被罵賣國賊那是川普 一個被罵耍大牌那是普丁 因為普丁跟川普碰面 川普是誰啊 是個狂人 是美國總統啊 他還遲到讓他肝等啊 對 那這一次來講 因為普丁他本來就是一個遲到大人 但是他是遲到遲成習慣 但是他這一次故意遲到五十分鐘 這個Sherry跟他在一起 大概二十多年 是沒有生小孩 大家就發現說 好像又有一個女生出現的 這個叫Wendy 後來大家一直傳出說 這個Sherry好像是出家了 現在每次有拍到 他進出那個尼姑庵 從後面叫他 然後他說SherrySherry 你是不是Sherry 那個尼姑還 以目前來講 美國跟蘇聯這兩個 所謂世界強權 美國還是比蘇聯強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能 理論上來講不可能 你讓他等五十分鐘啊 但是 今天這個回憶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壞紀錄 對 安倍晉三 安倍三點鐘 等三點鐘 德國的那個 德國的那個 德國的梅克 四點鐘啦 連英國女王 跟我們教宗 跟教宗都要等那個普丁啦 所以這一次給他五十分鐘還算好喔 但是這樣也太誇張了吧 但是這就是我們講的 台灣人會講的阿魯帝你知道 我們我們 普丁 連梅克 連安倍晉三 連川普 連教宗 他都敵刀 是啊 就是把你押落地 你會知道 我們如果結婚的時候 新娘那些 要把那個新郎押落地你知道嗎 說我的衣 戴你的衣 以後我如果跟你講你的頭髮髮 我的鴨戴你的鴨 以後我如果跟你叫你的頭髮髮 就是要利用那個新郎押落地嘛 那是太超過了啦 你川普就是這樣啊 他二人自由二人謀啊 你知道他去那個 跟英國女王紀念的心 他也是故意遲到啊 你說普丁嘛齁 沒有 川普 川普自己對別人 川普在這個補補會之前 不是在英國嗎 然後英國因為脫歐嘛 所以這次 你知道英國那些黃子歐 沒有一個人要參加 只有一個英國女王 就站在那邊 跟川普兩個人見面握手 那理論上來講 他們英國的規矩 英國的皇宮的禮儀 是不可能讓女王等的 結果川普就是故意耍大牌 所以川普這 我告訴你應該啦 這是 這是現世報啦 但是川普這次 跟普丁兩個人 他們在談什麼 談核 談核武 談飛彈 談貿易 但雙方在談 不是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因為這兩個國家從冷戰之後 雖然表面上 他們沒有像以前冷戰那樣的水潑不進去 撐不進去 撐不進來 但是也沒有說好到說麻糬麻糬 不好的事情啦 所以普丁就送他一個腳球嘛 對 川普說好啊 這個球 這個球給我的兒子玩 給我拜託 等給他 會比較陰謀嘛 來來我們來看 放到畫面 來看這個畫面 他就把球丟給他的太太 人家元首送禮物給你 對 對 我們如果朋友送我們東西 我們來轉送別人 都還要把那個名片先偷偷撕掉 對啊 人家送給我 我要轉送 我們要把名片偷偷撕掉 換一個包裝 才跟他送出去 你也有時候這樣嘛 對 他在現場 你現在在收到 沒去幾秒鐘 沒有過幾秒鐘 馬上直接轉送給別人 丟給他老婆 對...丟給... 他老婆坐在下面耶 所以他們兩個在見面 他們兩個在見面都在 希望 把對方壓下去 對 高來高去 結果美國參議員說 欸 川普啊 你可能要小心一下那個 球裡面有沒有竊聽器 然後他有一個 電視的評論點說 普丁傳球 川普竟然是把球 一直往自己的 這個...自己的那個 門裡面踢 一直一直踢 結果是普丁在得分 因為他們兩個 本來就冒而生離 根本沒有真正有一個 所謂的共識 所以在記者會上 也是他講他的 他講他的 表面上一團和氣 但是其實來講 並沒有真正 得到他們各想要的東西 但是川普道歉了耶 蛤 為什麼被媽賣國賊 因為他道歉了 對 川普沒辦法 因為以前就說那個 索爾門的事情 對啊 索爾門的事情 你現在... 你講不清楚 美國的時候 剛才在... 都... 因為所有人的事情 都... 有人被起訴啊 你現在都去跟普丁 兩個都說什麼... 人家都會說 你是賣國賊 你是怎麼... 你是要去跟... 胡胡說的好 還是怎麼樣 一定是道歉啊 他說... 我們財政教不對 這樣就同會失禮啊 是啊 那有那種事情 有沒有跟進的時候 我跟你講還是一團迷糊啦 好啦 那我們回到這一次的普普會 會對全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當然理論上來講 就是說至少美蘇之間的 過去那種尖銳的對抗 融兵啦 會稍微融兵啦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們這次有談到什麼 談到... 竟然談到中國事務的問題 中國是全世界目前第二大的一個經濟體 竟然是由我們兩個人來談它 你不覺得說 川普就是把... 所以這是... 中美貿易戰 可能這個戰火戰線延長 對 而且擴大戰場喔 對 川普意思說 普通我們兩個人來決定 我們來講 那個人要怎麼把他衝死 還是怎麼樣 對中國來講 這情何以堪 所以他在拉盟友 情何以堪 普通是我的人 蘇聯跟中國兩個人是麻糬麻糬 他們是直接在跟美國對抗的 所以這個中間 是不是川普想要見縫插針 想要分泡 這個時候就很難講 那有沒有效 不知道 但是至少這樣的效應 會慢慢慢慢慢慢的出去 好 那我們還是回來台貿易戰嗎 因為跟台灣比較有關的 還是中美貿易戰 對 中美貿易戰這次其實有滿多特權 有綠色通關的 第一個特權就是川普的女兒 他沒有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伊凡達 他自己他不是成了一個品牌嗎 他自由品牌 他這個品牌 第一個他設想沒有設在美國 所以不會受到中國的抵制 他也沒有設在中國 他設在越南 設在柬埔塞 設在遼國 所以都沒問題 他現在可能要轉移到印尼去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他是得到了一個豁免 但是有一些沒有豁免 我們來看 這一個就是川普他在去年 他在競選的時候 這個叫做挺川普帽 這是一個壓舌帽 那這個壓舌帽裡面 我們來看 這是製造的地方 沒人搶你 中國製造 那他一樣要 要 被課高關稅 課25%的高關稅 那以去年來講 這個前年那時候 他這個一頂帽子 是8 9塊到12塊的美金 那如果課稅以後 會變成20塊美金 所以川普他現在 不是要競選連任嗎 他競選連任以後 光是這頂帽子 他可能就要大失血了 因為聽說賣了超過 10萬頂以上的一個 這樣挺川普的帽子 讓美國再次的偉大 這樣的一頂的帽子 所以這一次對川普來講 可能會有影響 另外我們競選的時候 要做機子 對 川普現在已經設計了 2020年的一個機子 12機 讓美國繼續偉大 現在要繼續偉大 因為你要連任啊 現在在哪裡 在中國在做 整個工廠都做他的 他說2016年的時候 光是要做川普的 整個工廠三個月做不完 那機子去美國 也要求高關稅嗎 有可能要求高關稅 理論上來說 中國製造的 你不是說 這也沒特權 這沒特權嗎 有特權沒特權 我們台灣有特權 我們台灣就是為台灣直接出去了 比如說我們的被動元件 國際 國際最近國標去到千幾港 難道你都沒有影響嗎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創美國我們兩%而已 這不是特權 因為我們閃過 應該說閃過不是特權 第一我創美國我們兩%而已 這樣我的比例不管 第二我不要透過大陸去美國 我總是直接為台灣去美國就OK了 所以台灣的手術只要是在大陸 那都沒特權 但是你如果閃過大陸 你對台灣出去了就不會影響 對 包括譬如說家具 我們台灣有一間很大間做家具 叫商益集團 這個商益集團 他最近要向台灣掛牌 他照說他百分之百十人都不在北美嘛 北美就包括美國 包括墨西哥 包括加拿大 理論上來說他的手術很大對不對 但是他也是閃啊 現在大家怎麼閃 我來廖國啊 我來柬埔塞啊 我來那個外南啊 或是說我的東西 由台灣出口去外南 如果外南另外我一間台主委公司 賣去美國 因為東協 東盟十個國家裡面 這是畫面這一家嘛 對對對 東盟十個國家裡面 他們現在是互相是連關稅 但是東盟如果現在到美國去的話 包括紡織 包括像家具 是從越南出去的 幾乎都連關稅 還有柬埔塞 因為美國過去在外南 做得太多壞事了 所以他這一次給越南跟柬埔塞 幾乎就是一個綠色的通道 幾乎就是一個特權 所以現在為什麼台商 他明明知道越南很危險啊 他還是要去 因為沒辦法在那裡 直接到美國去 完全是能夠豁免 關稅豁免 所以這是目前來講 台商繞到可以減稅的一個地方 好 所以普普會呢 會談到中國問題 談到中美貿易戰 到底普丁會站在哪一邊 這中間他們怎麼運籌帷幄啊 往那個高來高去 就真的很複雜了 不過都回到老百姓的生活 普普會有沒有創造商機啊 有喔 好 老百姓最聰明的 我們說生理人 大家覺得跟那些豁免一樣 本來有一間那個啤酒廠 因為這次你們兩個普普會 這是全世界也是很大的會 他就特定一個普普會的啤酒 他把那個川普跟普丁兩個人 把它卡通化 然後啤酒獻一萬瓶而已 一罐一百二十五塊的台票 而且啤酒裡面 兩個人在猜拳 你有看兩個人在猜拳嗎 在剪刀石頭布 我跟你說秒殺啦 他就準備一些送去哪裡 送去美國的第一罐 跟蘇聯的第一罐 他說讓啤酒再次偉大 因為在我們芬蘭來講 啤酒是有助於談判的 所以他這樣一砍 現在我說這個啤酒 在芬蘭穿得不住 然後以前啤酒不是 以前芬蘭的國寶是什麼 Nokia Nokia最厲害的機就是3310 對不對 3310現在復活起來 殭屍複活 他從3310 給它租什麼 24K金 哇 這是特製手機 這是鋪鋪手機 對啊 而且你看這兩個一定限量 一支多少 台幣八萬塊 我跟你講 真的用手 所以說這就是 一般來說 你剛才這個事情 生的人都特別聰明 都會製造商機 創造商機 你說有一次 兩岸之間 我們要談 或是說有些國際會議 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的生意人 一定也會尋這樣的模式 去創造新的商機出來 接著非常有意思 娛樂焦點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譚詠玲永遠25歲的歌手 準備要公蛋了 我們來看譚詠玲她說 她不輸年輕人 她過去盡量說她只有25歲 所以她決定在台北開場來圓夢 決定要公蛋了 對 這個初到40年 譚詠玲今年68歲了 畢生第一次處女秀公蛋 而且明天才會開心賣票 所以會不會是秒殺 明天就拭目以待 那譚詠玲大家最有印象是 她以前來台灣演這個時候 假如我是真的 得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 然後她來公蛋 我們後來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譚詠玲可能 回憶一下 譚校長 可能今年級的 您就不見得知道她是誰 對 稍微回憶一下 那劉詠智應該知道 就我就不太知道 對… 譚詠玲 譚校長 她有一個人25歲嘛 我怎麼會知道這個人 譚校長 而且她有說 我聽得很好 為什麼 他們家裡是足球世家 她爸曾經踢過奧運的足球 而且她還是香港明星足球的 好 我們來聽一段她的歌聲 很好 夥伴 不妙的 要聽采拜 有些人 迷迷糊糊糊糊 擦擦雙眼 心來意料不中意 再回的夢裡夢影相連 所以剛剛好 有事說她不知道太陽臨是誰好小 對 因為她剛剛還跟著唱 超開心 溫娜無虎 溫娜舞虎的隊長 一點紅都不得了耶 對 他叫阿倫嘛 還有阿B 陳佑等等的 溫娜舞虎 很多的招牌歌 但是這次來他講說 我的特別名字是誰你知道嗎 阿鈴 就是新的天后 阿鈴他來做的 他這次特別嘉賓 然後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攻彈 攻台灣的小巨蛋 是我這一輩子的夢想 這次終於讓我願望實現了 好開心 好開心喔 好 那我們再講 他怎麼會叫做譚校長 誰怎麼會叫他譚校長 他有說 因為他很喜歡管閒事 又很喜歡訓話 很愛說到你這樣 連陳義訓這種歌 他已經把他叫來面前 訓話了大半天 甚至於他有講 因為他以前溫娜舞虎的時候是 幾年之後有解散 可是他解散之後 因為五個人嘛 五年一定要再重新聚合一次 因為譚校長一聲令下 就聚一次 重新開演唱會 他每一次開演唱會的時候 都選擇什麼時候 暑假 每年七八九月 他有一次在宏館 開演唱會的時候他就講 他有一次在宏館 開演唱會的時候他就講 你們拿好 你們現在底下 就像一個萬人的大教室 你們每天晚上就要來給我上課 然後呢我用歌教你們人生的大道理 哎呀我就是這個萬人學校的校長 所以從此呢大家都叫他 譚校長 他呢曾經有過一個暑假 開二十場演唱會 開二十場演唱會 厲害吧 所以體力過人 精力過人 而且特別喜歡跟學生 他把所有的這個粉絲都當學生啊 很喜歡跟粉絲學生在一起 所以呢就是永遠的談校長 這個頭銜是讓而來的 好 然後呢他特別喜歡說這樣 他又講啊 他說我跟你講你們那個F4 我覺得他們從來沒有真唱過 都是對嘴的 好 那張學友 你們覺得他唱得很好嗎 可是我覺得他 可是我覺得他可以再更多元化一點 哎 很喜歡訓話對不對 好 譚友林 譚校長 就喜歡觀念書 好 那我們也來聽聽譚校長的歌聲啊 特別是溫娜無虎的那一段 我相信很多人到現在還很懷念 對 有你 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接受到現在還會 反正的時間 就是校長的歌聲 是 unm knights 你沒有發生的語音 你真的沒有發生 有什麼能力 沒有發生的語音 是否認識 有什麼能力 你真的有什麼能力 是否認識 你真是有無所謂 你真是一道 你真的有從來 她的部分有代表 你真是有什麼能力 我接受到我 你真是有什麼能力 你有怎麼能力 我已經你了 好 那我真的有什麼能力 生活也很精彩 对 谭校长 看起来道貌岸然 而且是校长 每天都跟这么多学生 这样的训话 可是她的感情世界 婚姻却是不受迷离 为什么 其实她有一个 原配叫做Sherry 他们在一起很多年 可是香港一直传说 早就结婚了 现在这是问男虎虎 我们先插一下话 让我们观众朋友去一段 再回忆一下 好 我们就回来讲她的感觉 是 刚看了 他们夫做迷离 问男虎虎是不是非常非常红 偶像嘛 而且她是校长 她是队长 所以她的感情呢 一定是要隐藏的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香港人都传说 她好像已经结婚了 好像有个女朋友 叫Sherry 从来都不承认 后来呢 是你知道吗 Sherry的爸爸 过世的时候 发复文嘛 复文里面的女婿 那个地方 竟然出现谭永远的名字 这段复文被很多香港媒体 拿到的时候 才去证实说 谭校长 这就是Sherry吗 这就是Sherry 好 谭校长 杨洁威 就说谭校长 你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好 她才不得已才讲说 其实我十多年前见 隐婚十多年 好 这个Sherry 跟她在一起 大概二十多年 可是没有生小孩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Sherry 是已经公开没多久 大家就发现说 好像又有一个女生出现的 这个叫Wendy的 她这个比较常带出来 后来呢 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Wendy一出来之后 还有这个画面吗 是 对 这个Wendy 就是 朱颖婷 对 朱颖婷 这个Wendy一出现之后 大家发现说 刚刚那个Sherry 就不见了 常常就不见人影 为什么 因为这个Wendy 生了孩子了 好 那他们谈家 因为一脉单传 一定要有个儿子 好 生了儿子之后 这个后来 大家一直传之后 说这个Sherry 好像是出家了 甚至于香港媒体有拍到 你们被出家了 对 香港媒体有拍到 她进出那个尼姑庵 然后甚至香港记者 还跟踪 从后面叫她 她说Sherry Sherry 你是不是Sherry 那个尼姑 还回头看了一下 停了一下 所以认定说 这个Sherry 已经早就出家了 但是都没有得到 任何证实吗 对 阿伦曾经上 我们回来给观众朋友 看一下Sherry的照片 这个是Sherry 所以后来有人 拍到她是尼姑的样子 对 尼姑的样子 对 但是香港一个 很有名的主持人 在阿伦来上节目的时候 曾经当众问阿伦 阿伦就是沉默不语 所以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但是Sherry 现在已经慢慢扶正了 为什么 她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 给阿伦读了什么 读了英国牛津大学 是学霸 学霸 所以你知道吗 在前两年 阿伦已经把 二十几亿的家产 全部都过给 这个谭晓峰 就是个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 所以Sherry 其实应该就是 已经皈依 这个佛门 不过这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个谜 她的儿子 是个谭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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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谭晓峰